英雄不问来路,社长不看技术,哈喽大家好,我是社长 社长,你别打脸了,你预测的西施不久后会被削弱,不但没削弱,反倒增强了 这事我知道了,你就别在这吓张耳了 这次算了西施,一共有8月英雄在TF进行了调整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英雄 国际惯例,我们先来说增强的英雄 本次增强的英雄有5位,首先是诸葛亮 诸葛亮一技能前期伤害提升,但是后期伤害降低了一些 二技能固定为8秒的CD,并且耗蓝量降低 这次改动让诸葛亮的前期优势变大 本来就是一个职严性很高的英雄,这下关血球更加容易了 第二位,打几,一技能CD降低,并且降低了耗蓝量 本次改动提升了打几的输出伤害能力和倾线速度能力 第三位,安琪拉,二技能变成固定8秒CD 并且提高了二技能火球飞行的速度 本次改动后的安琪拉火球命中率会明显提高 第四位,白脸全侧 普通伤害近端伤害降低,远端伤害增强 二技能增加了一个狩猎效果 该效果会对标记的目标增加10%的伤害 并且每级会提升2% 第五位,西施 本以为他会削弱,没想到增强了 西施的一技能效果得到调整 标记目标时会对目标附近的敌人造成伤害 并且该技能还可以对非英雄目标释放 只不过不会产生标记,还可以返回一半的冷却时间 这样一来,西施清线的能力会提升不少 看来跟西施对线的难度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说完增强的英雄,下面来说说削弱的英雄 长额得到削弱 二技能和大招的伤害都被降低 本次改动后的长额 清线能力和杀影能力大大降低 第二位被削弱的是真击 二技能的弹射半径从600缩减到了500 说实话,真击这个二技能 我一直觉得他弹得太远了 这次总算是被削弱了 最后一位英雄,达摩,被回挑 被动回血效果回调 与目前正式服保持一致 但保留了一技能位移的削弱调整 相比上一次体验服调整是削弱了 但是跟目前的正式服相比还是增强了 好了,以上就是本次体验服英雄的调整 那么小伙伴们,有没有你喜欢的英雄被调整了呢 好了,喜欢社长的小伙伴 给社长来报点赞,关注,收藏,转发,评论吧 拜拜